每支鉛筆 每支鉛筆如果賣8塊錢 那每支原支筆賣15元 他買了鉛筆和原支筆 總共13支 而花了146元 好,所以有幾支 鉛筆和幾支原支筆 所以我的習慣永遠都會去 先算最低價的 8塊和15塊我就會去 假設全部都是8塊 所以第一個,我先把 13乘以8 乘起來會叫做104元 但是不對 我今天花的錢是146 所以146 和104 我還有42元的差價 那這42元的差價怎麼辦? 是不是去換 我一支鉛筆 我一支鉛筆 去換一支原支筆 就會多花幾塊錢 換一次就會多花幾塊 7塊錢 對不對 所以42要去除以7 7是15-8來的 OK 所以叫做15除以7 對不起,42除以7 所以42除以7等於多少 42除以7等於6 換句話說 我換了6次的動作 那這6次換回來的都叫做什麼筆 原支筆 因為後來換的是比較貴的原支筆 所以我的鉛筆 就用13-6 就等於幾支 7支 所以這7支就叫做 鉛筆 OK嗎? 所以基礎統統全部都這樣 假設最便利的是全部 然後再去檢查這樣而已 OK OK